刚才说了郭美美的出名呢 靠的是三年前那起微博炫富事件 这个在新浪微博昵称为 郭美美baby的20岁的女孩 自称住大别墅开马沙拉蒂 经常在微博上晒她的名车名包来炫富 而在2011年的6月20号 网民发现她的微博认证身份 竟然是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这铺天盖地的质疑声 在网络上引起了轩然大波 那么尽管各方纷纷出来澄清 但是当事人呢 对这个事件产生的前后经过 始终是遮遮掩掩 那么郭美美炫富事件背后的真相 究竟是什么呢 王某46岁深圳市人 以参股方式投资房地产基金等多领域 他是郭美美以中国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身份 微博炫富事件中的关键人物 郭美美在媒体采访时称 王某是自己的干爹 其实这个所谓的干爹 就是花钱包养他的人 他出入的地方都是比较高档的场所 所以就很理所当然是他花钱 然后他也会给我买了车 然后给我买了一些奢侈品 像包包啊 首饰啊 衣服之类的 他也给过我钱 然后当时是让我跟我妈妈跟他一起买股票 所以打过一次一百万到我卡里 然后过年的时候也会就是给红包 给个一二十万红包给我 然后平时的消费都是他直接把他的卡给我 让我去买东西这样子 北京警方在调查郭美美案情中查明 王某涉嫌刑事犯罪 2014年7月24号 已依法将王某刑事拘留 经调查 2010年 王某投资五百万参股百分之十 成为在京注册的 中红博爱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股东 当时该公司正与隶属于 中国商业联合会的 中国商业系统红十字会 商洽开发中国博爱小站项目 项目内容就是 由王军的公司出钱出一千万 去买一百台医疗车 把这一百台医疗车放在小区里面 然后免费给老百姓看病治病 都是免费的 然后王军公司靠什么盈利 就是要用红十字会的品牌打在车上 然后他靠这个品牌去吸引那些广告商 把那些像人数保险啊 药品啊 医疗器械啊之类的 打广告打在这个车上 在此期间 中红博爱的法人代表翁某 让王某来看看公司招聘员工 和装修办公场所的事情 郭美美也一同前往 我们就在那咖啡厅喝咖啡 就聊那个什么造型啊 公司要造多少个盐啊 那个装修怎么样啊 这种事情 后来呢 郭美美就在旁边听到 他就说 我也去应聘 他也应聘 我就说你应聘 人家都造型了 应聘你就别应聘了 就是这样说 后来他就说呢 他说我要做CEO 我当时我不知道CEO是什么 说了说 CEO我不知道是什么 我就笑笑话 我说你做什么都行啦 就是这样 这个过程就是这样 说完这些事情之后 可能也就几天 我那天在家闲 就没事干玩电脑 玩微博的时候 突然想起他说了这句话 我就是出于一种虚荣心吧 所以我当时就在电脑上 把我的演员歌手的认证 改成了红十字会商业总经理 由于郭美美在微博上 发布了大量炫富内容 认证更名后 立即引发网民 对红十字会的高度关注及猜测 将与郭美美中红博爱公司 均无任何关系的中国红十字会 推进了舆论漩涡 媒体对郭美美本人的关注和追踪 也达到了白热化 郭美美一夜成名 他就改那个微博上了微博 他就接着微博 那块人家对他有关注了 他就直接来炒作咯 他打断了我 他说明天要上节目 我一听我就吓我一跳 我说你上什么节目啊 我说 我说你还丢言不够啊 你这种事情不利益 你害得人家 红十字会这样了 对不对啊 你害得好多人 你伤害了好多人 你还不要脸 你还去上这个节目 你光荣吗 他还是进行上这个节目 在节目中 郭美美口口声声称 王某是自己的干爹 爸爸他们平时都很疼我 然后他们就 说完他们的事情以后 聊天就跟我说 说公司成立了以后 你也到公司来上班吧 我说好啊可以啊 我妈当时录完节目 还说你怎么蹦出一个干爹 我说 因为那个时候才19岁 所以我就可能 比有点害羞 有点就是 不想承认自己男朋友 比自己大那么多 但实际上 他们之间的包养关系 从2010年8月就开始了 通过一个朋友 叫做写黎的 就有时候 就是聊天的时候 我说有没有女孩 介绍过女孩 对我认识 后来他就把那个 郭美美介绍给我 我都跟那个郭美美认识了 因此我做完之后呢 就 第一天就 他 通北京过来嘛 然后呢第二天呢 就 看他发生放弃了 发生放弃了 然后来发生放弃之后呢 他就 提出了要买东西 买东西 后来我们就给他3万块钱 从那以后 郭美美和王某 正式确立了包养关系 他想要钱了 就会从北京 飞到深圳 找王某 王某为他安排食宿 并每次给他5万块的包养费 发生到差不多的时候 他就提出来要我给他买抽嘛 所以上次就给他买抽嘛 后来我开始 我之前我就不答应他嘛 我说 现在也没钱 你现在要买抽 现在也不行 我提了好多次 他就说了 他就说得很明白 在郭美美的软磨硬泡下 王某最终给了他240万 用来买车 郭美美更改微博认证 引发舆论风暴后 中国博爱小战项目流产 王某与郭美美断绝了交往 如今谈到郭美美 王某说 郭美美是他一生的噩梦 前世界没见过 那个贪污 西荣啊 西荣心好强 西荣心啊 为了出名不着手段 为了赚钱 啥都看得出来 他们他会抗难言的嘛 对不对 他有目的啊 他从来都骗了 对不对 他那肯定都会一步步的来嘛 对不对 看你那个点 即是成熟了 他就跟你提出来了 对不对啊 提出来要这个要那个了 哎呦 这个是鬼呢 你去见咯 我完全我就不敢见 谁见谁倒霉 他等于谁敢见咯 你敢不敢去见 我就不敢 我没有回家打 都这么多年了 你说已经多少年了 现在还是噩梦 对于借洪会微薄炫富事件 郭美美也反复表达了悔恨之意 其实我本人和我身边的亲人朋友 包括我前男友王军 都不是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 然后我也本人也是不认识任何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 所以发生因为自己的虚荣心犯下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错误 然后今天就是借着这样一个机会 我就想以我自己所能做到的力量去澄清 去把这个真相说出来 还洪会一个清白 就是跟洪会深层说一声 就是真的很对不起 非常对不起 然后对老百姓也是 更是对不起 对那些得不到救助的人 就更是对不起的对不起